戴维斯比巴菲特年长21岁,工人家庭出身,历史专业毕业,38岁才以5万美元起家,开始搞投资,到去适时留下9亿美元的天量财富,靠的就是独门投资绝迹戴维斯双击。 更重要的是,戴维斯开创了一个投资家族,祖孙三代都靠这门手艺,在股市中赚的盆满薄影,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是一个行之有效且可以复制的投资秘诀。 所谓戴维斯双击就是寻找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股票一,低股值是盈率在10以下,二,高增长,业绩增长率在10%以上。 我们都知道,股价每股净收益成是盈率,如果持有期内,股票业绩持续增长,并且是盈率也同步得到恢复,那么在两下合力的陈述效应推动下,股价势必会大幅上涨,这就是所谓的戴维斯双击。 反正,如果股票业绩掉头向下,并且是盈率也同步收缩,股价则会随之大跌,这种惨剧被称为戴维斯双杀,戴维斯双击的应用。 有人把戴维斯双击简单的归结为,熊市逢低买入股票,牛市逢高卖出股票,这并不准确,戴维斯双击方法的优势本身就在于,有清晰明确的参考指标,而不含有类似逢高,逢低等不可估量的未来函数。 如果投资者能够分辨出,当前市场处于熊市还是牛市,当时股价处于高点还是低点,那无论用什么投资方法都能赚到钱。 戴维斯双击的误区 戴维斯双击看起来简单一新,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对投资者还是有一定要求,如果仅靠机械套用,恐怕会陷入误区,比如腰,低估值的股票往往成长不高,典型的代表就是国有银行股,有的是盈率甚至在无以下,但是大银行的成长率很难达到10%的要求,而且成长前景也不高。 二,高增长的股票往往早已反映在了市盈率上,典型的代表是热门高科技股,成长率超过100%的也不罕见,但市盈率也同样的高得吓人。 三,找到了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的股票,增长率往往不能持续,典型的代表是煤炭资源股,现在市盈率很低,年度业绩增长率也很高,可他们周期波动幅度很大,业绩不稳定,今年大赚,明年很可能就转亏,埋头冲进去,搞不好就双击,不成变双杀了。 综上,对投资新手来说,戴维斯双击属于一听就懂,一用就错的投资方式,想运用自如,投资获利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在股票选择上也是可遇不可求,别说双击,有时能把握住一个戴维斯单击,都是难得的投资机会。 但反过来,如果以规避戴维斯双杀为目的,对高估值的股票冷静分析其业绩增长,保持警惕,不盲目跟风。 对周期股,不迷信是盈率,在风投正进的时候,要懂得盛级则衰,及时撤离。 那么,即使不能像戴维斯那样获取惊人的财富,至少可以避开很多理智情形下,本就应避开的陷阱,保住对投资者来说至关重要的本金。 接下来想和大家聊一本书《戴维斯王朝》,这里不涉及任何利益,只是我觉得这本书对于喜欢金融投资的朋友有所帮助而已,而且它真的很有趣。 那为何戴维斯能够在投资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更有人将其评价为巴菲特第二呢? 我在这本书逐渐找到了答案,戴维斯家族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历经经济的胜衰兴帝,股市的牛熊起伏,毅历华尔街50年而不倒,这背后究竟是为何? 是真的美国股市涨牛吗?要知道美国股市虽然牛的时间长,但是它熊起来也从来不含糊,直接腰斩,甚至能达到70%以上。 我们都知道,巴菲特在很小的时候便开始了自己的投资,或许在我们的心中更加认可的则是投资应该越早越好,因为越早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投资的历程更长,经历过大开大合的起伏,欲试不慌,心中有数。 但是戴维斯在进入投资时却已经47岁,以女方的5万美元价装做投资本金,在其85岁离世时创造了9亿美元的财富。 历史47年,年化福利回报达23.18%,戴维斯是长期价值主义的信仰者,他相信企业的价值,而并非跟随大众去不停的跟风炒作成为一名投机分子。 虽然著名的投机分子杰西·利弗默尔也取得相当大的成就,但还是与主流投资获得回报有所区别。 在1929年的经济萧条时期,他凭借做空,取得了相当丰厚的回报,虽然利弗默尔最终破产,但是其投资的理念放到现在来看都是相当的先进,并且很难去遵守。 更何况是在好几十年前呢,戴维斯只投资于自己所能够看得懂的行业保险。 戴维斯曾经在保险行业工作过,对保险行业的运行相当的清楚,在市场经历了大萧条, 戴维斯发现此时的保险企业即使是公司所拥有的自身资产也超过了市值,并且当时的整个社会都对股市相逼会更热衷于债券的市场。 在市场冷淡的时候,戴维斯运用双击,买入保险股,从中获利颇丰,保险股在那个时候其实的盈利能力并不受大众所看好, 但是戴维斯由于对该行业的了解深入,以及不停的研究,始终坚信保险股的价值所在, 并且即使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市场所流行的电子、卫星等EP流行的科技股时, 戴维斯也依旧重仓保险股,他只买自己能够看得懂的行业。 巴菲特也是一样,对保险和银行相当钟爱, 同时戴维斯在面临中国市场保险投资困难时还积极选择海外投资, 并且对于海外投资方面,他也只选择其中的保险企业, 逻辑相当简单,他只投资于自己能够看得懂的企业。 戴维斯和巴菲特还有一个共性,那就是生活节俭, 在他们的认知中,一美元在十年之后,二十年后, 那么其价值远远不止手中的一美元。 其实对于长期价值主义的投资逻辑,大家大多都能知道, 觉得不用去书中寻找,但是有事如果能够抗助人性的趋势, 坚持己见,按照自己的投资逻辑形式,不随意改动。 那么其所带来的回报,也应该不会太差, A股确实和美股的投资环境有许多差别, 但是市场的许多千亿市值,甚至是万亿市值, 均是有小一步步做大,只不过等它出圈时, 我们才意识到,原来已经过去了这么久。 总结下来,戴维斯的几个投资要点腰, 只投资自己看得懂的行业和企业。 二,坚定自己的想法,不受外人言语的干扰。 三,当市场过于狂热时,反而选择恐惧, 当市场恐惧时,选择贪婪。 四,以富丽的眼光去看待金钱。 五,回归价值,长期持有。 许多人总说是时代创造了巴菲特、戴维斯等人, 这话确实没错,但他们的投资成功, 不能将绝大因素归功于时代。 美国虽然有十年长流趋势, 但能够去在世界投资是流民的。 其实也不过而而,巴菲特在今年的股东大会上有一句话, 让我印象十分深刻,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 我现在还尚为年轻,未来才刚刚开始, 曾经也沉溺于游戏, 但慢慢的随着对资本市场逐渐感兴趣, 以及不断的阅读新闻看书提高格局, 逐渐发现游戏它只能是游戏。 最后以高龄资本张磊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吧, 也献给许许多多处在艰难时刻的人, 悲观者往往正确, 乐观者才能赢得未来。